李毛讥讽他嫁给童秀!林青霞反击这句话。 李毛批林青霞,哟,也不留情面!图翻射脸书,2010803.18。 被西方誉为中国近代最杰出批评家的李毛,一声中骂过,伤过的人无数,甚至连大美女林青霞他都不放过。 2010年,李毛参加一档访谈节目,主持人拿出十张美女图让大师品头论足,谈到林青霞,他说林青霞选来选去选错丈夫,因为他丈夫又矮又小。 2011年,李毛又说起了林青霞表示,一表人才的林青霞嫁入豪门,却分不到财产。 并指豪门老公财产不过户,女方只有两个方法,就是要判命打针想办法生儿子,也许能粉到一点财产,否则都将沦为林青霞第二。 2014年,林青霞60岁生日,辅商老公行李员送上价值超过十亿元港币的豪宅作为礼物,如此恩爱,让许多人感慨林青霞没有下错郎。 不过,又惹得李毛跳出来在微博言语说,林青霞60岁,辅商老官的丈夫,为他打造了豪宅,港币十亿亿,我忍不住想,林青霞当年如不嫁给这么一身红袖的丈夫,而能,霞光映照,在自己一脸的清零之际上,该多么好。 李毛接住又说,当年的林青霞有他独特的美丽,琼瑶的俗情戏埋没不了他,二秦,紫钦汉,秦祥林,的枝粉戏埋没不了他,但他却为港仔的红袖风华落尽,真可惜啊。 不过李毛的这番言论,也引来不少网友反击,有人急他,在李毛这样的大男人看来,无论林青霞怎么选,只要选的不是李毛,他大抵都是有错的。 但其实,林青霞也曾经小小反击过,在一次香港书展上,他和李欧都有新书要宣传,当时有主持人问林青霞最讨厌的作家是谁,结果他笑说,我讨厌骂我朋友的作家,直了。 接住又补上一句,不过,我怕他告我诽谤。 龙英台是林青霞的好友,李毛曾批评龙英台,两人因此有过节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